每一屆细青都有它独特的标志 这屆细青的标志背后有什么意义呢? 早于2014年7月3日 波兰克拉科夫总主教贵维奇·舒基 已经公布了第31屆普世青年节的正式标志 克拉科夫青年节标志的构思 是来自一位28岁的波兰女青年 莫尼卡·雷布琴斯卡 莫尼卡是华沙大学传播学的毕业生 他在《若望保禄二世》列圣品之后 立即在梵蒂岗绘画了这幅图案 为感谢圣人为他代讨 能够有今日的专业生活 另外一位26岁的波兰绘图员 伊米利亚·扎贝 为这个标志完善的工作 提供了合作 波兰世青节的标志由几个元素组成 非常具有象征性的意义 中间是代表基督的十字架 表示基督是世青节的核心 从十字架上射出的两道火花 分别为红、蓝、天蓝色 代表天主慈悲的光线 从耶稣勒唐涌出的血和水 如与圣女傅天娜依照神仕 画出来的图像一样 一个青年拥抱十字架 她的双臂和两道光线融合在一起 十字架被形于波兰地图的光线环绕 青年头部所在的地方 正是克拉科夫城的地理位置 标志上使用的颜色 蓝色、红色、黄色 表达了这个城市的官方颜色 而今届青年节的祈祷 亦有三个部份 第一个部份是让每个人 尤其是青年信赖天主的慈悲 第二部份是祈求上主 赐予恩宠 有一伙仁慈的心 第三部份是祈求同征圣母马尼亚 同世青的主保圣人 圣日望保禄二世的转土 中文版的吐词是来自 天主教香港教区礼仪委员会 让我们一起祈祷 天主慈悲的父 你透过你的爱子 耶稣基督 彰显了你的慈爱 由将护卫者圣神 倾注我们身上 我们现今把全人类及整个世界的命运 都交托于你 我们特别将各语言 种族国籍的年轻人交托给你 求你在今天错终複杂的势图上 指引并保护他们 赏赐他们恩宠 只能由克拉科夫细清的经验 揭出风石的果实 天父求你帮助我们 为你的慈悲做见证 教导我们如何将信得全给怀疑的人 将忘得全给沮丧的人 将爱得全给感到冷漠的人 将宽恕全给犯了错的人 将喜乐全给不快乐的人 求你在我们心中燃起慈悲之爱 使这爱火成为改变人心 与更新世界的火焰 玛丽亚慈悲之母 请为我们祈祷 圣语望保禄二世 请为我们祈祷 圣女傅天娜 请为我们祈祷 要得到更多细清的资讯 请到wydcentral.org 请为青年祈祷 天主保佑 我祈祷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